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荷兰粤语频道 运作报告11月26日晚的新闻 首先是国际消息 世界密切关注南非新型观众病毒 香港已经有两例 欧盟呼吁关闭领控 科学家非常担心 在南非和博尔阿拉出现的 冠状病毒新的变种 这和以前的变种以上不同 南非卫生部长法克拉华 这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特变 南非发现了一种名为 B11529的新变种病毒 新变种病毒可能会助长很多国家的疫情 增加卫生系统的负担 甚至使得重新开放经济和边境的努力 变得更复杂 英国金融时报 援引当地卫生官员的话 检测结果显示 星期三在包括约翰奈斯堡在内的省份 报告的1100例病例中 相信90%是由新变种病毒引起的 鄰国博尔阿拉伯官员星期一报告 有4名病例的患者是完成了接种疫苗的人 目前这种新的病毒除了在非洲国家之外 英国 以色列 比利时和中国的香港 亦已经有所发现 欧盟推动关闭领控 欧盟委员会正在推动紧急关闭来自南部非洲的空中交通 越来越多的成员国已经对来自南非的旅行者 也实施了入境的禁令 南非是今天早上首次发现病毒新特变的国家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在推特上说 委员会提议的空中交通紧急关闭将在白天提交给成员国 似乎是全面禁止 至少来自非洲南部的客运航班 但是这个计划的细节还不清楚 在未来的几天之内 预计成员国将召开危机会议 已制定政策 但是欧盟国家可以自行制定旅行的禁令 最终这个决定始终取决于成员国 荷兰内国已经决定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 禁止从南非非来荷兰的航班 意大利和战克亦宣布将禁止来自博特阿拉 纳斯威士兰 莱索托莫桑比哈 纳米比亚 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旅客入境 涉及在过去14天之内 到过这些非洲国家的人 今晚 对来自南非旅客的入境禁令 也将在德国生效 只有持有德国护照的人 才被允许从南非返回 但是卫生部长斯潘布告说 无论乘客是否接种了疫苗 他们在抵达之后都必须隔离14天 自从大难行开始以来 欧盟就禁止进入包括南非在内的 欧洲以外的高风险国家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 好像商务旅行等等 昨日以色列和英国已经对来自南部非洲一些国家的旅客 实施了旅行禁令 英国医疗服务部副局长 珍妮·哈利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遇到的最重要的变种 在他们看来 应该尽快对令人担忧的变种进行彻底的研究 这种特变 似乎比目前占主导地位的Delta变种更加具有传染性 新加坡也对最近去过南非等非洲国家的旅客 实施了入境禁令 日本和印度也宣布 将额外检查来自非洲国家的旅客 是否被感染 到目前为止 这个变种已经在南非 博士雅纳 英国 以色列 比利时 和中国的香港被发现 看看荷兰驻南非记者的报道 荷兰驻南非记者范戈尔德说 人们非常担心这种病毒变种对南非医疗保健和经济的影响 南非有大约24%的人口 接种了两剂疫苗 这个比例明显高于非洲其他地区 但远远低于欧洲国家 这位记者还说 还有一个意外 这波感染的浪潮 发生在南非并没有预料到的时候 南非直到最近还没有出现新一波疫情 现在是11月底 是很多人去旅行的暑假 南非政府曾经希望有很多国际的旅客 他们认为下一波的感染会在明年的1月份或者2月份才会到来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但是病毒已经迅速传播 香港也有了感染的病例 在香港 一名来自南非的旅客被发现带有这个病毒的变种 另一个病例是正在接受隔离的人士 英国也发现了这种新的南非变种 暂时停止了来自非洲六个国家的航班入境 澳大利亚表示 如果情况升级 不排除收紧 来自非洲南部旅客的入境规定 印度加强了 对来自南非 博士雅纳和香港入境旅客的西茶 世界卫生组织决定11月26号召开会议 讨论这种B11529的病毒 并且决定是否将它正式列为 需要留意的变种 或者是需要关注的变种 如果是这样 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命名计划以希腊字母 为这个变种病毒命名 各国政府也可能会针对这种变种病毒最新的情况 对边境和旅行管制采取行动 来自南非的荷兰航空公司的乘客 不可以在Skipo机场过海关 今天来自南非的两架航航飞机的乘客 还没有被允许在Skipo机场过海关 他们必须在飞机上或者其他地方 等待海关人员的到来 直到他们接受了检测并且有了结果 今天中午12点 荷兰已经对南非和南部非洲其他国家 实行了禁飞令 荷兰将这个地区的国家指定为具有极高风险的国家 这个意味着 将适用隔离的义务 荷兰看守内阁今晚7点 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新冠疫情的措施 做出了新的决定 最主要是内阁决定实行晚上封锁措施 从下午5点到第1凌晨5点 历时3个星期 内阁遵循专家的建议保持学校的开放 但是对其他部门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 非必要的商店和场所 最早应该在下午5点关闭 包括不出售食品 药品 清洁用品 草物食品等生活基本必需品的商店 而非必需品商店包括 服装店 家居和 随房用品商店 电子产品商店 五金店 圆艺中心和书店等等 此外 还有注射加强针的问题 18岁以上的人士都要打第3针 虽然荷兰内阁允许学校继续开放 但是规定小学第6班和所有中学生 必须在学校过渡中 和公共场所戴上口罩 荷兰医疗保健系统全面告急 医院的危机提升一级 看守内阁的卫生部长德荣格今天说 荷兰医疗保健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涉及所谓的2D阶段 即是危机阶段3之前最后一个级别 新阶段 意味着在短期内 荷兰医院 将不得不取消大部分计划中的手术和狐狸 甚至或者已经这样做 以便为病床上的新冠患者腾出更多空间 患者术后 不必占用医院病床的手术 仍然可以继续进行 荷兰的家庭医生亦只能提供最急需的护理 荷兰家庭医生和地区护士警告说 由于冠状病毒感染的增加 仍然只能进行最急需的护理 他们表示 对家庭医生护理和地区护理的需求正在迅速增加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敲家庭医生和地区护理的大门 他们无法因为感染病毒而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荷兰国王的领地 一年花费纳税人多少钱呢? 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已经提交了对皇室领地 自然保护区的津贴申请 皇室申请的津贴有效期 是2022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涉及每年大约70万欧元 6年总计是420万欧元 每年比现在收到的津贴大约少了10万 据皇室的管家威廉·武士说 自然保护区的维护6年的总开支 加起来远远超过500万 差额由领地上的活动收入补充 比如说出租农地 经营餐厅和度假屋等等 这里是荷兰月月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下面看看中国有关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中国外交部11月26日 正式召会立陶宛的外交部 决定将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 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 并要求立陶宛方面 相应更改驻华外交机构的称谓 在此之前 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 11月25日发布消息说 因为技术的原因 领事业务 自当天起暂停 恢复时间领行通知 另外 立陶宛的外交部长 从兰茨贝尔吉斯 11月25日 访问美国期间 接受路透社、发生社等媒体采访时披露 自从2021年夏天宣布允许 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以来 每隔几天 就有一家立陶宛的企业表示 他们在中国的生意停滞了 另外 立陶宛11月25日有报道 在北京的冬季奥运会 将有大约十几名立陶宛运动员 但似乎 不会有立陶宛政府的代表出席 立陶宛的体育部长 舒格日迪尼烈说 我不会去 就我所知 其他政府成员也没有这样的计划 上星期 来自立陶宛执政联盟的17名议员 发表公开信 要求这个国家的政治领袖 体育机构和运动员 不要前往中国 他们说 著名的体育赛事 不应该由侵犯人权的国家主办 不过 立陶宛奥委会23号发布声明说 排除了抵制奥运会的可能性 声明指出 奥运会是全世界的盛事 完全的奥林匹克运动 而不是主办国的 而且 国际奥委会遵守政治中立的原则 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 25号率领其他另外4名跨党派的众议员抵达台湾 预计在台湾进行以安全事务为重点的两天访问 这是继美国共和党议员 阿宁 9号率团访问台湾之后 美国国会议员11月第2次出访台湾 中国外交报新闻发言人赵立坚 星期五表示 中方已经向美国方面提出了严谨的交涉 并敦促美国遵守 中美三个联合公布和一个中国的原则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说 未来将在区域情势上 与美国加强合作 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发展 此外 明年1月份开始 台湾的退伍会 一个退伍军人的组织 将派员长驻华府可以针对退伍军人的健康保险 优质医疗健康保险以及长期照顾等方面 增加更多交流 明年3月份微信支付宝等个人收款码 不能用于经营性的服务 中国方面 从明年3月1日开始 将数码支付纳入监管 微信支付宝等个人收款码 不可以用于经营性的服务 即是说 你在商店数一数就给钱 可能行不通 据北京日报26日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月13日发布通知 从支付受理终端业务管理 特约商户管理 收担业务监测三个方面入手 对收担机构和清算机构 提出了一系列管理的要求 与此同时 条马支付亦被纳入监管 将在明年3月1日开始实行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